很多人黄瓜买回来就直接腌 那样做出来的腌黄瓜不仅不入味 吃着也软绵绵的 今天我来教你正确的做法 树上摘的黄瓜 去掉头尾 一分为四 再去掉多余的瓜嚷 切成小段放入碗中 洒入多一点的盐 腌个十分钟 腌出多余的水分 再倒入凉白开洗去多余的盐分 做凉拌菜一定要控干水分 然后加蒜片 姜片 花椒 小米辣 热油激发出香味 调味加鸡精 白糖 一大勺生抽 半勺陈醋 最后用我这性感的小手 抓板均匀即可 这样做的凉拌黄瓜 清脆爽口 放多久都不会变软 学会了你也抓紧做起来吧